女人正在看电视 突然旁边出现一只蚊子 还十分嚣张 可她刚伸出嘴 就被女人一枪抱头 没了动静 嘴里还吐出白沫 儿子吐了口气 蚊子就被吹到地上 可下一秒 蚊子又来到旁边 小美扭头一看 这竟然是第二只蚊子 跟之前的一样嚣张 突然她一声惨叫 也死悄悄了 两人非常淡定 继续看电视 不过蚊子还有很多 他们刚回到家 发现屋里有三只大蚊子 蚊子看到人后 一点都不害怕 还拿出三瓶液体 分别是腹泻 过敏和病毒 眼看他们要冲过来 小美一转身 掏出瓶子 喷出一股气体 不过他们咋地没咋地 儿子定睛一看 这竟然是空气清新剂 几人顿时笑了起来 这玩意儿有什么用 小美这才意识到拿错了 蚊子还想嘲笑几句 儿子急忙递过杀虫剂 小美轻轻一喷 三只蚊子立马躺到地上 没了动静 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儿子从尸体中穿了过去 拿起扫把 开始打扫战场 蚂蚁掰下一块木板 放到嘴里啃了起来 小美非常生气 可白蚁看到人后 一点都不害怕 大壮急忙拿出杀虫剂 对准蚂蚁喷出药剂 半天过后 蚂蚁身上都是白色泡沫 可他咋地没咋地 难道买的是假药 白蚁见自己没事 急忙往回走 大壮问他干什么去 他说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还吐了一口口水 随后一转身 嚣张地走开了 没过多久 就来到洞穴 拖了个乖乖 这里密密麻麻 有无数蚂蚁 小弟看到他后 快速跑了过来 见他身上有这么多泡沫 竟然一点事都没有 以为他获得了抗体 非常激动 拍的泡沫满天飞 可高兴不过两秒 他们就躺到地上 口吐白沫 集体阵亡了 原来刚才是这样的场景 老大躺到地上 想要说话 随后他们就团灭了 你说他们倒不倒霉 蟑螂放下手中的盘子 死死盯着女人 说你干什么 女人拿起旁边的报纸 快速冲了过来 对着蟑螂就是一顿火力输出 没想到蟑螂练过中国功夫 一下都没打中 小美又拿起拖把 吓得蟑螂跑了出去 可女人没打算放过她 悄悄追了过来 这次蟑螂没有跑 站在那里等着她 小美钻紧拖把 一步步向前走去 蟑螂手臂一抬 翅膀不停地抖动 快速冲了过来 吓得小美转身就跑 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她非常伤心 正在这时 有人送来一瓶杀虫剂 小美拿过来后 把喷头从门缝里塞了进去 随后按下开关 喷出白色泡沫 蟑螂用力嗅了嗅 什么东西这么好闻 然后蹲下身子 瓦了点泡沫 不过觉得有点少 于是敲了下门 想跟小美谈谈 小美打开门 慢慢走了进来 蟑螂看到杀虫剂后 一把夺了过去 往手里喷满泡沫 紧接着把泡沫抹到身上 甚至连头都没放过 她非常得意 说这杀虫剂一点用都没有 可下一秒 她就躺到地上 口吐白沫 小美以为她死了 没想到刚放松警惕 蟑螂又站了起来 把小美吓了个半死 蟑螂说 我是打不死的小强 可没嘚瑟两秒 又以屁股摔到地上 这时几只小蟑螂跑了出来 他们哭得非常伤心 随后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眨眼间 小蟑螂也死悄悄了 那么问题来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广告吗 女孩摘下头上的纱布 竟然露出第三只眼睛 这是传说中的天眼吗 男人还在惊讶时 女孩说 我就知道你肯定接受不了我 下一秒 她就被小帅搂在怀里 女孩非常激动 三只眼睛都流出了泪水 因为小帅根本不在乎这些 女孩哭得更加伤心了 而她不知道的是 小帅的脖子上有第三张嘴 正咔咔吃着微化饼干 突然女孩抬起头 说这是什么声音 小帅急忙把她搂到怀里 因为她不想跟女孩分享饼干 随后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突然女孩又推开小帅 说又听到声音了 不过又被躺塞过去 就在刚刚 小帅想吃微化饼干 正在这时 女孩走了进来 她急忙把饼干藏到身后 放到脖子上的嘴里 这才有了刚才的一幕 画面一转 这个女孩吃了口饼干 没想到一个小伙凑了上来 一点点往前挪 把女孩挤到墙上 她非常害怕 眼珠不停地转动 最后男孩张开嘴 想要吃饼干 下一秒 女孩眼中放出金光 把小伙弹飞出去 人可以动 饼干不能碰 那么问题来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广告吗 男孩眼睛一瞪 眼珠竟然掉到地上 他们相互搀扶着 站了起来 小美说 你们想要什么 两人伸出手 想要吃微化饼干 正在这时 小帅说 那不是我的眼睛 小美也不惯着他 伸出手指 在眼睛上戳了下 随后眼球就被赶了回去 原来小美想吃饼干 却被小帅打断 还说喜欢他 听说只要看着对方眼睛 就知道他有没有在撒谎 于是让小帅摘下眼镜 睁大眼睛 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于是小帅把眼睛 粘了起来 这样他就不能 睁开眼睛了 可这也难不倒小美 他说两只眼睛打一架 谁赢了就给谁 于是两只眼球 打了起来 没过多久 左眼就流出泪水 可小美却不想给他 不过小帅没有放弃 说饼干有三片 给我一片就行 这次他答应得非常痛快 小帅认为他在撒谎 想要看着他的眼睛回答 小美伸出手 竟然把眼珠挖了出来 扔到地上 随后跑到小帅跟前 小帅说 他真想分给我一块吗 只见小美拿出隐形眼镜 盖到眼球上 这样一来 就算看着眼睛 也得不到想要的答案 那么问题来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广告吗 男人刚要倒白酒 酒瓶变成了锄头 想让他下地干活 他又倒了一次 就变成一口锅 让他赶紧去做饭 蒙圈的他直接用嘴吹 而酒瓶变成了摩托车 让他拉客去挣钱 从此之后 他放下酒瓶 拿起工具去赚钱 变成了高富帅 画面一转 大叔想让男孩抽烟 没想到他的手抖个不停 下一秒 香烟就掉到地上 从里面钻出个头来 吓了两人一跳 随后香烟一步步走了过来 对小朋友说 你为什么要吸烟 我身体里可是有 尼古丁 胶油 一氧化碳 还没等他说完 就被其他香烟打断了 还把这个异类踢出组织 原来他是只有良心的香烟 不想带坏小朋友 大哥辩解道 生活中有那么多烦恼和痛苦 只要抽上一口 就能忘记所有烦恼 小朋友在香烟大军的诱惑下 慢慢伸出手 正在这时 一只大脚从前而降 把香烟碾成粉末 见还没效果 香烟用出大招 说吸烟会导致那方面障碍 男孩低头一看 终于害怕了 旁边的大叔又拿出秘密武器 原来是电子烟 香烟又发飙了 说电子烟对身体的危害 比他还要严重 对肺 呼吸 心脏和血管都不好 吓得他赶紧把电子烟还给了大叔 那么问题来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广告吗 女人一抬头 看到一条长长的手臂 顿时吓得一声尖叫 正当小美愣神时 门被打开 还让他过去 小美顿时露出一口大白牙 原来他刚才在捣蒜 突然发现蒜没了 只好找邻居借 还有好的敲了敲门 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小美还在抱怨 突然邻居打开门 叫他过去 还非常热情 说他也没有蒜 随后打开了电脑 上面有一个神奇的网站 能买到任何需要的东西 他想给小美注册个账号 却被一把抓住手臂 小美怕信息泄露 想要自己注册 而里面的东西还很便宜 两个橘子只要3.5刀 正当他们高兴时 突然听到一个声音 抬头一看 居然是包大人来了 他想买美白霜 没想到上面还真有 包大人兴奋的哈哈大笑 终于可以变成小白脸了 看得两人直咧嘴 随后包大人一转身 说还要买点巧克力 这个跟他非常搭 这时冰箱门突然打开 里面竟然空空如也 让他赶紧买点东西 两人急忙下单 之后在家等着就行 十分钟后 快递小哥上门送货 可看到这么长的手臂 吓得他转身就跑 那么问题来了 这么漂亮的美女 你敢娶回家当老婆吗 一只文字来到近前 围着两人转了一圈 却不敢发动攻击 导演不懈的看了眼文字 随后喷了下花露水 文字顿时头重脚轻 站立不稳 只有点了赞和关注的人 文字才不会咬他 从此之后 他们就没吃过饱饭 只能接点灵活养活自己 来到餐馆后 点了一盘辣椒酱解解馋 服务员端上来后刚想走 只因文字多看了两眼 服务员说你想干啥 想要吸我的血 门都没有 文字非常害怕 直接钻到桌子底下 差点去吃席 可辣椒酱也不好吃 他希望导演加餐 只要让他咬一口就行 随后伸出了长长的鼻子 导演见状 急忙掏出花露水 文字这才不敢造次 由于人人都喷了花露水 文字一靠近 就会头晕恶心 日子越来越难过 天天挨饿 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曾经他们是那么风光 人们只要见到文字 就会惊慌失措 吓得哇哇大叫 随后落荒而逃 而现在逃跑的却是自己 那么问题来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广告吗